入秋以来最强寒潮来袭 局地日最高气温降幅达20摄氏度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 11月4日起 我国自西北向东南将出现一次大风降温天气过程 部分地区有较强雨雪 6日 寒潮大举东以南下 向东影响到整个华北地区 向南影响到四川盆利 7日 寒潮将会影响东北、华中、华东、江南、华南地区 专家表示 从影响范围、降温幅度以及最低气温值来看 它是今年入秋以来最强的冷空气过程 有望达到全国性寒潮的强度 大部分地区的降温幅度超过8摄氏度 西北、华北北部地区的日 最高气温降幅甚至会达到20摄氏度 受寒潮影响 华北平原北部地区最低气温 可以达到零下3至零下4摄氏度